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养 主题 家庭目标 谢谢我们的资深总监 Miss Claudia 非常地感谢 各位绿威的家人们请允许我向大家问声好 那我今天想问大家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问题 这个问题跟我们今天的课题有关 也跟大家的未来有关 就是你们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或者说是你们最想要买最贵的东西是什么 对了房子 一间大房子 而且是比较满意的房子 有客厅 有厨房 有书房 有主屋 有客房 有工人房 最好是有地的带着游泳池的那一种 那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梦想吧 我们现代人这一生中 很多人为了这样一间房子付出很大的代价 甚至给带来的奋斗去创造的一个家 对了 房子就是家的地基 地基打稳了 即使有暴风雨也不怕 那我再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古代的皇帝为什么会短命呢 因为家太大了 太多人争宠了 太多是非 家不合 事不幸 影响心情 所以得出一个结论 家不管大小 里面住着的人必须要和气 和睦 和谐 家和万事兴 百善孝为先 这好像听起来很容易 往往做起来是非常难哦 古代有孟母三千的故事 说的是一个好的环境 对孩子成长非常关键重要 如果我们把一个孩子生出来 放在一群猴子一起生活 那么这个孩子长大后就是一只猴子 他不会像人一样走路 也不会像人一样去思考问题 现代很多家庭的孩子生得少 过于的宠爱 溺爱孩子 像没有了手跟脚一样 什么都要帮他准备好 我觉得父母亲更重要的是 引导孩子 鼓励孩子 给他树立良好的性格和良好的品质 那才是关键 很多人喜欢看分水 看看家里的摆设哪里有问题 孩子会不会学坏 会不会有出息 但我想说的是 孩子最重要的是以父母亲为榜样的 如果父母亲不务正业 懒惰 抱怨 整天想不劳而获 或者是整天赌博 又或者是整天喝酒 那你的孩子长大了 肯定是赌鬼或者是酒鬼了 如果父母亲每时每刻都是勤劳的 积极的 正能量的 当孩子做出事情的时候 给予相应的指导和相应的惩罚 一路去引导他的成长 和灌输他对的作风 这样孩子长大了也不会差 父母亲就是孩子一生中最好的老师了 也是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榜样 大人也不需要每时每刻地陪着孩子 他就会成才 当然我们可以适当地跟他玩在一起 发现他的兴趣爱好 去栽培他 让他跟朋友相处的时候 懂礼貌 守规矩 那才是比较重要的 夫妻之间的关系建立在 互相信任 互相理解 互相包拢的基础上 在茫茫的人海中 偏偏找到一个人跟你共度一生 我们应该要珍惜 这样几辈子修来的一个缘分 不管是老公还是老婆 都有各自的责任 我有一个朋友 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 生了孩子之后 没过几年就离分了 过了一年 他又找了另外一个男的结婚了 但过不了多久又离分了 后来又碰到一个觉得很对的人 又结婚了 但后来又离分了 这样反反复复很多次 一下子他的孩子已经长大了 谈论对象的年龄了 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 会不会对他的婚姻产生恐惧 应该多少会有点吧 我觉得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 贡献给家庭 不计较付出 不求回报 这样的相处的话呢 夫妻的感情才会越来越长久 对于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一定要孝顺 他们辛辛苦苦把我们养大停不容易 很多梦想都来不及实现 以至于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要理解他们 并且让他们知道不会让他们失望 努力做一个成功的人来报答他们的养育子恩 当然兄弟姐妹也要富相相亲相爱 所谓兄弟同心 其力断金 中国有一句古话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修身简单的说就是完善自己 对自己要有要求 齐家就是管理好一个家族 成为家庭的楷模 仿效学习的样板 平天下就是天下太平 分衣足食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做大事的人要有安顿好家庭的能力 所以老板把家庭目标放在人生六大目标 可见我们的老板太有智慧了 就是一个做大事的智者 做大事的领军人物 看他最近的视频就知道了 完全是我们滤威人的楷模 滤威大家庭的家长 这跟他的年龄没有关系 跟他的智慧有关 所以很多人在滤威几年之后 跟着这样的一个大家长 来自不同的背景 来自不同的环境 甚至来自各行各业的顶尖出类拔萃的人物 都会受我们老板的影响 变成更对的人 进来日月后 对家庭目标都有更完善的认识 包括我自己也是 还记得我坐上飞马之后 我们的老板买了一艘游艇 送给飞马和飞马的家庭用哦 我和我先生和两个孩子在游艇上玩了两天两夜 四五个工作人员服务我们一家 出海看日出日落 跳水运动 还拍了家庭温馨的视频 看到我的照片在游艇上的时候 我的两个孩子和我的先生都含情默默的看着我 那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 我很清楚的记得两天之后 当我们收拾行李好 要回去的时候 我的女儿都不想回去 那种依依不守的感觉 真是让她太流念了 我也知道在两个孩子的心目中 他们的妈妈越来越棒了 在我先生的心目中 老婆也是越来越完美了 我们在绿威成功可以为我们的父母亲 做很多原本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的资深总监Miss Cordia 带父母亲去非洲看狮子 为什么要带他们去非洲看动物呢 新加坡也有啊 因为她的父亲很喜欢看一部纪录片 《动物的世界》 这部片子就是在非洲拍的 带他们去那里看 就感觉自己融入到动物世界的片子里 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哦 一般人得不到如此美妙的真实感 你说她的父亲将会是 得到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 肯定是觉得这个女儿非常的伟大 对不对 受Miss Cordia的影响 今年春节我在家乡 邀请了很多亲戚朋友 合作伙伴 一起办一场感恩宴 其实目的就是想要帮父亲 过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生日 给她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我事先安排好父母亲的亲戚到酒店录住 我父亲当时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感恩宴 完全出乎意料 帮她筹备了很多节目 当时很多亲戚都给予祝福 而且是非常羡慕的眼光 看着我的父亲 我也订了酒店的总统套房 给我的父母亲录住 总之 我的父亲那一刻是非常感动的 也非常的骄傲 有我这一个女儿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驴威教育我的 驴威公司就是因为有高层 为我们做榜样 去对待赡养我们的父母亲 不仅如此 我的公公婆婆 在我们还没有加入驴威之前 从来没有做过商务舱 现在当孩子放假的时候 我跟我先生带着两个孩子和我的公公婆婆 一起订着商务舱出国游玩 两个老人家那种开心的程度 可以跟小孩子有的比 在今年的疫情期间 我团队有一个领导人 应该是孔雀领队 家里的亲兄弟急需要三十万周转 如果没有三十万出来的话 可能会出人命的 当时他来我家里问我这件事情的意见 我就跟他讲 如果你把这个三十万借给他的话 就打算要不回 那你就借吧 他二话没说 没事的 这三十万就给他嘛 反正亲情比较重要 我在绿威根本不用担心钱 当时候我看了看 这一位娇小玲蓉的女孩子 两年前还在跟人家打工 不到三千块一个月的薪水 如今眼睛眨都不眨 可以把三十万借给他先生的兄弟 在他先生的眼中 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太太 在他婆婆公公的眼中 这是多么一个伟大的媳妇 如果两年前他没有进来绿威 就有可能没有这个三十万 如果没有这个三十万 他先生的兄弟 跟谁去借这个三十万 谁又会借给他呢 我陷入深深的诚实中 绿威公司 我们老板也非常注重家庭的 绿威的很多会议 都可以邀请你的家人一起参加 像表扬大会 领袖培训会 都可以邀请家人一起参加的 他们也会更加了解绿威的文化 反过来绿威的环境又可以让家人感受到正能量 特别是飞马之夜 可以带上自己的另外一半一起参加 跟老板和高层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每次老板在台上感谢飞马的老公和飞马的老婆的时候 我们是非常感动的 很多飞马的另外一半参加了飞马之夜之后 对绿威更加的深入了解 也放心另外一半在绿威发展他们的事业 我的先生就是因为一直陪着我参与会议 深受绿威的文化教育 参与了飞马之夜跟老板近距离接触之后 才真正走进绿威这个大家庭的 现在我和我的先生以夫妻党的形式 一起在绿威奋斗 变得积极正能量 态度也比以前好很多 儿子和女儿都感到 父亲母亲非常努力地打拼事业 也直接影响带动了他们学业上的进步 我们俩希望为更多的绿威的人 带来一个很好的榜样 作为丈夫我们一定要给自己的太太 有一种安全感 作为太太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先生 在拼搏事业 老板讲的一句话非常对 别人的老公别人的老婆 只能看不能动 如果动了的话将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麻烦 影响一连串的家庭 害人又害己 甚至影响的事业的发展 甚至影响的生命 所以不值得 大家要记得 如果你结婚了 那么请尊重你的另外一半 尊重你的婚姻 如果来到绿威还没有结婚的 那么等到你有所成就的时候 再去找一个比较好的 因为拼搏事业的时候 要花很多时间 工作上才会有成就 相信当你达到了飞马领队的时候 你的眼光可能就不一样了 还有讲到的一点 就是与邻里之间的关系 许多人都觉得邻居不是我们的家庭嘛 但是很靠近我们的家庭就是邻居了 有句话讲得好 眼群不如近邻 邻居就是一个家庭和一个家庭的关系 连接起来就是这个社会 所以与邻居的相处 快乐友好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点 身心才会健康 有些邻居为了一点点小事情就起矛盾 造成整个家庭的环境积分并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要争取与邻居的友谊 而且我们也可以多一个机会 去影响邻居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那岂不是一件更好的事情吗 旅为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我们的行动 习惯 言语 整个磁场都足以让我们的邻居 感受到不一样 家庭目标其实是每时每刻的 跟着我们的生命 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的 是一个长期的目标 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有趣 从一开始做人家的孩子 到为人父母 到爷爷奶奶 每一个目标都需要经营的 想象一下 如果经营自己的家庭 好像在经营自己的事业这样认真 尤其是每天在练习 如何有效影响人的直销行业 家庭问题也不会太难 担心的是 并没有把家庭目标当成一回事 问题任它累积 不懂珍惜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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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